嗨,我是Amy 这集要来与大家分享 搭邮轮的常见问题 我这几年搭了几艘邮轮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搭邮轮的问题 第一个常见问题是要带的东西 你不管要搭国内或者是国外的邮轮 都一定要带护照 你搭到了哪些国家 像说日本或者韩国 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 你都要先查好 说是不是需要这个国家的签证 如果我们是需要签证的话 都必须先办好这个签证 衣服的话软袖长袖 就是可以都稍微带一下 邮轮上通常会有空调 会比较冷一点 所以如果比较怕冷的人 可以携带一些宝外套 另外可以带正式的服装备用 邮轮里面很多都装潢得很漂亮 可以带礼服等等 这些你想要拍照的衣服上去 邮轮上有提供浴巾、毛巾 沐浴乳、洗髮精也都有提供 那你自己会需要 携带牙刷跟牙膏 第二个不可以带的东西 首先危险物品 像无人机也不可以带 电压比较大的东西 像运斗、吹风机 这个他们也都是禁止带的 第三个常见问题 行李有没有重量的限制呢? 搭邮轮行李是没有重量限制的 只要你搬得上邮轮 带得下邮轮你就可以搬走 不过如果你今天是要搭飞机到日本或者到欧洲去搭邮轮的话 那你就要遵照飞机的重量限制 第四个常见问题 如何在船上取得船上的资讯? 几乎每一家邮轮 他们都有推出他们的APP 像我这一次搭的NCL邮轮 它就有一个NCL邮轮APP 出发之前呢 就可以先在手机下载这个APP 那在船上呢 可以连到邮轮的Wi-Fi上面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所有的这个资讯 比如说像这个在船上 它每天都会放到你的房间给你的这个美日的日报 那如果你今天有下载APP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在APP上面看到这个资讯 像这一次我去搭这个NCL邮轮 那在中途呢 遇到了台风 它有更改航程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有下载APP 就可以看到那个航程 当然如果没有APP的话 它也是会把这个资讯 它会有一张信 然后放到你的房间去给你 还有邮轮的APP上 你就可以预约show啊 在你下船之前 你的账单 也可以在这个APP上面看到 第五个问题 会晕船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晕船 那以我自己搭邮轮的经验 如果搭大船 9万吨以上的船 我就觉得是大船 它不太会晕船 有的时候在航程当中呢 会遇到风浪比较大 或者是像我们这一次 有遇到台风 就算是大船 也还会晃 大家可以自己 攜带这个晕船药 挪威奋镜号 邮轮上也有卖晕船药 遇到风浪太大 很多人晕船的时候 晕船药就卖完了 所以建议还是自己 攜带会比较好 除了这个晕船药呢 也可以攜带感冒药啊 或者头痛药 这些药品 第六个问题 邮轮上有网路吗 邮轮上有网路 可是它是要付费的 每一艘邮轮他们的费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挪威奋镜号呢 它的费用是25美金到30美金一天 如果你的需求只是传一点讯息 然后跟收发 那就可以选择比较便宜的网路 可是如果会用到流量比较多的东西的时候 那费用就会比较贵 可以在船上的这个服务台上面去做购买 按上的网路呢 我通常就会去买当地的网卡 例如说我这一次呢 是去日本 我就会先买好日本的网卡 在下船的时候 我就会把网卡装到手机 然后在日本就有网路 你先看你搭邮轮要去哪些国家 然后就可以先买好当地的网卡 那在按上的时候就可以做使用了 第七个问题 邮轮上的消费 还有这个消费 我们在报到的时候 就会预先绑定我们的信用卡 在我们的房卡上 然后在邮轮上 就是随身带着房卡 就可以在邮轮上消费 那它是以美金计价的 你如果没有信用卡 可以事先到柜台 布一个现金的这个订金 然后最后一天呢 它才会就是多退少补给你 不过我觉得绑信用卡是最方便的 那在邮轮上呢 所有的消费啊 都是用你的这个房卡 不管是你吃东西啊 喝东西啊 或者你在邮轮上买东西 都是用这个房卡 直接就是刷卡 签名消费 每一艘邮轮的小费的 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 像挪威奋进号 它内舱外舱 跟这个阳台舱 每天是20美金一个人 那如果你今天是套房的话呢 每天就是25美金一个人 那其他艘邮轮呢 我曾经有付过一天12美金 也有付过一天14美金 也有付过一天16美金的 这个小费的部分就是要看你搭哪一艘邮轮 然后看它怎么收费 第八样 游轮上可以装水吗 我搭过的游轮当中啊 大部分的游轮呢 他们都会希望你可以就是购买矿泉水 通常都是在自助餐厅才有水可以装来喝 它大部分的都会在上面标示说 我们不可以直接把水壶拿去装水 我通常会用游轮上的这个水杯装水 然后倒到我的水壶里面 需要水的时候我就会这么做 第九个常见问题 可以带酒吗 游轮公司是规定不能带酒 不过如果今天我们下船 然后买了酒 它是可以先暂时帮我们保管 等到我们要下船前 它就会把酒还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带下船 第十 按上行程 当游轮靠岸 你如果不想下船 你想要在船上 那是OK的 那如果今天要下船 在游轮的服务台那边 可以购买按上行程 那当然也可以自由行 大部分的这个港口靠岸 通常都下船 就会有当地的行程可以买 或者也有计程车可以自行的自由行 这一次我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我们的游轮靠岸纳坝港很早 大概七点就靠岸了 我想说我也不需要那么早下船 就在我点好我的早餐的时候 这个服务人员他就告知我说 我如果今天需要下船的话 我必须要先去通关之后再回来船上 不然一旦那个日本的海关关门 我今天就不能下船了 这个也是我遇到的比较特别的状况 我才知道说 哦原来海关是会关门的 所以如果有去日本的话 在第一站一定要先下船 跟这个日本的海关做检查 检查完之后 如果你有需要上船就可以再上船 第一站靠岸的时候一定要先做检查 如果海关他离开了你就没有办法下船了 下船的时候你会需要填一张这个黄色的这个 他检查完之后他就会在你的那个护照的 日本的后面贴一张贴纸 你就可以自由的上下船进出 就算到日本其他的岛 也是可以自由的上下船进出 这次搭挪威奋进号停靠的是纳坝港 纳坝港有1号和2号港口 这一次是停在1号港口 离国际通比较近 现在是日本时间10点10分 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国际通 从1号港口搭计程车到国际通 只要800日并 我们先沿着国际通走下来逛一逛 现在来到了一间咖啡厅 我们来到人家还蛮有客友善的店 他的菜单都有同文 而且还有中文英文的这个介绍 然后就可以按照我们想的笔 笔点一点就可以 还蛮方便的 刚才我点了这杯水果盘 这是他们这里的第一名 1078的笔 然后他这个有这个笔 他刚才跟我们介绍说 吃呢要从这个上面这里开始聊 因为跟这样子吃下来才比较好看 黑糖拿点693块 就是逼一杯 其实这个消费也算还好啦 看起来是像我们一般的小水饺那样子 这800块一盘 那这个水饺吃起来 跟我们台湾的水饺还蛮像的 不过就是比较小颗 它是韭菜口味 还蛮好吃的 这里看起来像是传统的市场 这间店很大方 有提供试吃 这个产品叫做海葡萄 很特别 它吃起来是一种脆脆的口感 是冲绳特彩 这一次我们集中在唐吉科德消费 然后一起在那边退税 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就搭计程车回到二号码头咯 回程有一点小塞车大概花了二十分钟 继承车费花了一千二日币 这边可以看到 大家都提着大包小包的 都有大大的收获 还一人发一条毛巾给我们擦脸 这个服务不错 以上是这一集Q&A的分享 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会尽我所能的与你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一起爱生活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